哈喽大家好我是卡卡 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位必处女孩的家 她的家只有三十坪 在上海的郊区 但是她做了报改以后 既有了玄关 客厅 卧室 洗手间 厨房 还有足够的储藏空间 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好奇 一起去看一下 哈喽 卡卡 欢迎来我家 这一块就是我家玄关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边就是洗脸台 那个里面就是卫生间 这一块就是一个小的窄窄的过道 这边就是我的厨房 大概是三个平方 看着还挺大的 这一整个就是我的客厅区 我平时白天的主要活动空间 这客厅的挑高也还蛮高的 2米8 哦 对面这个就是你的壁厨 是的 我的壁厨床 我最喜欢的一个区域 看电影啊 还有我会赖床 这种壁厨真的很容易赖床 早就去冬天的早上起来 比我想象的大 因为我不是有看到图片吗 然后我当时有一个感觉 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会有一点压抑 但这样看一点都没有 因为它很高够 做这个是你画好图纸 是让师傅专门给你定做的吗 对 他当时跟我说这是一个他人生中很大的挑战 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 可以 你可以上去看看 我想感受一下 你这个楼梯的高度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 我会觉得特别的抖 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都是被子 没关系的 你直接上来就行了 这个高度也是我考虑了一下 我如果要站高的话 不会站到头 这样也不会压抑 那如果你找了1米8男朋友呢 那他就委屈一点吧 当时为什么觉得你这里可能不会特别的压抑 你看你那里对着就是你的窗 对着窗 这个地方藏了一个木头 我把身降下来 嘿嘿 他不想看电影 看了这么久我也不觉得很闷哦 还挺舒服的 因为你有发现就是这个木头有一点点像以前那种桑拿 是 因为这个是山木板 它的透气性会很好 你专门选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作为床嘛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床不是它是有那种木条嘛 它其实也是为考虑一个透气性 所以说我在做这个床的时候 它底下是有打透气孔的 就是它会有这样 这里有一些 这个每一个楼梯还都是 对这个抽屉是可以抽出来 这也全部都是收纳 你看玄关这地方不是有个吊顶 正面的时候看过去 它其实是利用了一个吊顶的空间做了一个壁龛 你没发现我家东西很多 但是没有很乱 你在问我有没有发现的时候 我才注意到原来这些是柜子啊 对它是柜它可以抽出来 哇 对它是可以抽出来 这个是可以完全抽出来 天呐 里面还有东西 我感觉我可以躲进去 你看 可以再藏一个人 里面可以藏好多人 你还有很多个这样的 抽屉你看 123 4个 底下的那个储物是1米 宽度就是床的宽度 1米5 但是这个是1米2 因为它我算好了这个过道的空间 这个还可以抽出来当包牌 这个是铜货 你看它这个是有隔板的 刚刚那个就是没有隔板的 所以你每一个其实设计是不一样 是在你根据你的生活需求来的 包括这个这个是衣服啊 对它衣服 什么换季的呀 平时不穿的又不舍得丢的 就可以这样放在里面 就放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我玄关 它也可以算是一个衣帽间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衣橱 它原本这个门呢 它其实靠门只有大概 十公分离墙 很近哦 你把它变到这边呢 嗯 这样子就有一个两米长的一个衣橱 你等于说这里有一个进门 你其实很方便 进门外套就可以放在这 这个柜子也够大 多深啊 因为这一块地方 它是有柱子的 所以这个的深度大概是只有34 这边小一点 其他的都是正常衣橱的宽度 这个地方藏了一个换衣镜 女孩做啊 出门前可以照一下 然后它本来的洗手间就是在这里吗 是在这里 但是我有重新微调一下 就把它的干的区域给它画出来了 就做了干十分离 嗯 然后这里其实也很好 就是你进门还可以 就在这里洗手 不一定要走进洗手间 然后让进门的空间还变大了 是的 原本呢 这个格局进门的地方 它是一个小过道 然后那边是一个很大的厨房 看起来呢 就会有一点很挤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嗯不行我要改 我厨房不一定需要 但是睡觉空间一定要够 但厨房它还是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的一些管道什么的 所以厨房是用了原来的阳台 把阳台风进来了 对 这个里面呢 洗衣机在这儿 对这个地方就利用起来了 这边呢就是厨房空间的一个补充 然后也是我的一个吧台 我这边这个书桌就是在家办公啊 写论文什么的 这边就是我的书桌台 这样连过去 反正我发现这个柜子 包括你这边的柜子 都是这种开放式的 开放式的 家里有一个实体的大柜子 如果再有柜子 就会显得很堵 所以要有时有虚这样结合起来 会显得空间反而会更大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走进来发现这个空间 其实一点也不压抑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像你说的虚实结合 然后高低错落 然后这边就是你的大沙发了 没错 舒服吗 舒服 沙发是不是还挺软的 我很喜欢这种布的 我家木质家居很多 就会觉得需要一点软的这种东西来结合 调节一下 你当初是怎么想到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是这个等于你是无中生有 还是蛮厉害的 你从那里得到了灵感吗 我们之前平时做设计 我们习惯性的是把自己想要的一些需求 先写出来 我想要很多储藏空间 我想要私密的睡眠等等的 比如说床 床是要一米五乘以二的一个双人床 储物空间怎样的 可以放下大的行李箱等等这些 会根据这些所有的给它重新去整理一遍 开始去考虑它的可能可以的一种雏形 这个呢 其实是有参考一个国外的一个设计案例 当然它跟我这个也不太一样 毕竟设计嘛 希望能够有原创性一点点 所以我会根据自己的 刚刚我说的那些需求 然后去给它重新整理一遍 然后得出来这样一个东西 原来的设想它的那个高度可能还会再高一点 但是因为它会有木板它本身的高度 包括我弟要去填屏等等的 我当时这个地方是有连着做一排东西的 最开始的时候我想 跟床连在一起 对 后来因为预算的问题 因为我当时刚毕业嘛 整个装修花了多少钱吗 我是四年前嘛 算是做的 那个时候不算软装和电器是七万块钱 包括了所有你说的拆墙啊 拆墙 定制所有的这些柜子什么的 是的 还蛮省的 现在第一个作品 其实有很多人会因为便利 可能想要住到市中心一点嘛 但是你是选了一个比较 离市区比较远的地方 以前我没有落户 所以在上海不能够买那个住房 然后公寓呢 我就希望它能够有燃气 但是市区的公寓有燃气的很少 对 而且市区很贵 不选租房是因为是别人的房子 你没有办法随心所应 对 我首先不能做一个我想要上面是床 但是对 就不太现实 那现在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小房子 我可以就是想要怎样就怎样 然后我今天想要它这样 我就可以这样 明天我不高兴 那个沙发在这我给它移移 你本来宅吗 我本来不宅 我以前好喜欢出去玩 我大学的时候还去带队出门旅行 我以前就户外领队 有自己的小屋子之后 我大部分的花销都画在自己家里 所以到处都是可可爱爱的东西 房子虽然小 但是生活很可爱 变温柔了 一个房子如果能让人变温柔也不错 我听他们说你是有帮一个长沙的女孩做了她的设计 是吗 她原来是没有想过小房子这一个选项的 包括她都觉得她如果去购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后来她看了我的 她就觉得小房子也挺好的一个人住的也挺开心 所以她后来真的就自己去购置了这个房子 然后联系到我问我可不可以帮她去做这个设计 就是能够给到别人的一些灵感参考 能够帮助别人能够解决掉小户型住房的空间紧缺的这个问题 我还挺开心的 那如果给小户型的装修建议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其实这种解决方法有很多种 不一定说要完全一样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 因为我的也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的 去取舍一下 你真正想要的是哪些空间 你把它按照排去来 我第一位我首先重要的是什么 然后小户型很重要的还是储物空间 那你有想过说就是以后换一个大房子 还是说你还是会想要在小户型里面玩出你自己的花样 我是喜欢自己有一个小户型 我以后如果结婚成家了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就不用很大 但是会有各自的一个独立空间 我现在男朋友有时候有跟我说 说我们俩也是可以 就是以后各自有各自的小房子也挺好的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爱自由很需要自己空间的人 住的好不好跟面积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如何热爱自己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如何的 这个其实还是更重要的 跟面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包括我们学建筑嘛 很多建筑师最后还是会回归到那一个 能够守护住自己的一个小空间里面 做这样一个小壁橱好像把自己包起来 对像一个小可以 保护住自己 不太会有那种漂泊的感觉 因为很定下来 然后我能够有底气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去接下来做每一个那种选择 都可以是我自己想要的选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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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